我在大三的時候認識我的內人 他的父親叫做林寶佳 他是專門在英哥指導 搖勺 他從日本有許回來 在英哥那邊就有很多付出跟服務跟奉獻 那麼下班在華航下班時間我住在附近 就到他的客廳去那邊聽他講話 跟客人應對 自動就學到了更多的陶瓷方面 我想這陶瓷是在高溫燒成 跟我已經會的燃燒是一樣的 雖然搖爐那結構非常不同 但是也是高溫化學 而且是無機的 所以在那段華航工作的時間 從1969年到1974年那段時間 自己在讀的不是航空公司的書 那時候都會了 在讀的是搖曳方面的書 因為保佳老師 我的岳父 他有太多的日文方面的書籍 結果我還是自認不滿足 所以又到各個圖書館 包括我們中央標準局 找到很多期刊的資料 把它收集好 但是到最後結果是因為自己真的喜歡上來 所以就在1974年離開華航 我們真正投入搖曳界 開始就做一些裝飾的用品 那時候孩子也在成長 家庭也要把它做得美滿 所以工作量就是完全投入在那些 我們叫紀念品 工藝品方面的製作 那麼這期間因為心有餘力 就做了一些試驗 發現又要的變化是千變萬化 那麼這個過程呢 一個大轉變又發生了 在1991年的時候 明保佳老師他擴示了 那麼留下了一些功課 包括他的製作的作品的收藏 還有發表等等 最重要的就是 他在當時叫做國立藝專的學校教的課程 沒有人接系下去 那國立藝專的校長 他跟保佳老師很熟 剛好趁著一個機會 他認識了我 知道我可以在最後面 對學校的學生做出一些奉獻 不過這也是人心轉變 或許一顆心 自從他來到宇宙 就按照他的軌道在運行 假如沒有按照軌道運行 搞不好他是變成一顆流星 或許閃爍一下子就消失了 人生嘛 或許就是這樣子 真的 I really don't know 可以匆琴嗎 他欣賞 什麼 謝謝